官方直播间这里是2021年KPO秋季赛常规赛 第三轮第三周第三天的比赛 哈喽大家好我是02 大家好我是杭州LGD大虎鸟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轨 感谢官方比赛上机iQOO8未来电机舰 即可拥有iQOO8手机 镜像超强动力全感操控 专业电影体验 AMX零浙糖酸奶 控温控线控全场控不住的美味与健康 零浙糖也好喝 KPO直递男士喜物品牌 青阳聚接控油 蓝BUFF附体峡谷遥游 各位就Carry助力向世界第一卖进 打开京东搜索游戏电视 部分值降1000元 看比赛大场面是Cope卡顿 买电视就选游戏电视 找队工作秀翻全场 找工作上58同城 总有工作适合你选队职业 你就是王者 13家电影俱乐部再招聘 感谢品质乐趣 纯电跨界车ID35 我们加满BUFF 脚跃经济皮肤 进险潮区 搜索ID3小程序即可预定 不谁就喝外星人电解纸水 上京东购买外星人电解纸水 KPO限定版 开盖应得的王者荣耀永久皮肤 经济有压制交战更优势 感谢KPO年度合作伴 交通银行信用卡的大力支持 申请交通银行 KPO主题信用卡 800元权益礼包 等你领取 感谢官方协服合作伴 Puma亲力支持 出装标配超神开 生来为赢 实战秀不停 上TT云一键匹配 告别单牌轻松上分 赶紧下载TT云 给力队有C使用 王者之路不用愁 加十多几户 今天非凡 激发高昂表现 感谢腾讯网卡 对KPO秋季赛的支持 现在申请官方团战卡 有机会获得现场观赛资格 王者一币投屏功能已经上线 只需将王者一币 更新至最新版本 兴可进入赛直播间 进行投屏体验大屏观赛 看这些选手 更多细节操作 纪念2001年春季赛冠军的 黑肉冠军 击败宝箱 突然宝箱 回程宝箱 现实上架 赛业商城 首周更有酒追会 想要的小伯们 千万不要错过啦 千万有戏内商城的 特贵夜签购买吧 看直播发弹幕 为写热热加油助威 各位战士们可以登陆 快手企业电竞 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腾讯威视 BBB 斗鱼直播 国家直播 观看全部比赛 打开电视大屏 看清团战的每一个细节 欢迎登陆 大波电影极光TV 观看王者这连赛直播 本次KPO网上这些连赛 由VSPN独家制作 好的那今天两场比赛呢 都是咱们S组的比赛 而且关乎着一个 胜者组的名额 是 那大家看到了 第一场比赛的对手 XYG和长沙涛博 如果说XYG这场比赛输掉了 那他们就宣布 无缘胜者组了 嗯 那反观到长沙涛博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积分榜 可以帮助大家去辅助 来了解一下 目前S组的一个积分形式 因为看到 三四五名 这三支队伍 FORENGK 长沙涛博和广州TGG的 都有机会去争夺一个胜者组 包括今天的XYG 只说他们虽然说 目前是一个0-3的一个成绩 但如果这场比赛拿下了 还是保留了一个 晋级到胜者组的希望 是的 还是有机会的 并且其实XYG的话 他们的 虽然是没有赢过一大场 但是其实小分 都是每一场的进步的 对 特别是上一场 对阵阵广州TG的话 XYG发挥的相当不错 面对强敌 抢先拿到赛点 但是对手姜还是老的辣 XYG最终是2比3西败 但是其实常常涛博也挺恐怖 他们在上一场的时候 其实是战胜狼队 这个是让我非常想象不到的 因为其实 整个赛季里面 就是武汉XYG和重庆狼队 他们的打法 就是两个 就感觉好像已经脱离了 就离其他的距离 有点遥远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去看到他们比赛 他们竟然是3比1击败了狼队 对 而且其实狼队的话 这个赛季的一个发挥 也是非常的稳定的 在XYG也就输了那一场 而且其实涛博 上一场比赛 赢狼队也是比较大程度上的 一个赢下的比赛 是3比1吗 是 是的来看一下 今天两支队伍的一个首发名单 XYG深入到S组碰到的三支队伍 和InstaPro重庆狼队广州TTG 分别从前中后期 给XYG好好上了一课 面对实力如此强劲的三位老师 XYG在比赛中保持了很好的状态 始终都有那种旺盛的斗志 表现是越来越好的 上一场也是非常接近能够取胜 可以说已经对三位老师望其相悖了 只能说 XYG还是有一些年轻 有一说一 他们的选手手法真的挺硬的 从他们到S组第一场比赛 其实都有关注过 因为其实挺期待 他们做一个K甲上来 一路从B组打到S组的一支战队 所以其实有去观望 但是就算是面对强大的 武汉InstaPro 在团战细节上面 他们也有一定 有的时候也会占一点上风 对 那反观到长沙涛博这边 我觉得他们上一场在野区攻防这块做的是有进步的 我觉得上一场比赛 其实涛博他们的一个上野的一个配合变得更加默契 打来变得更好了 对 所以本场对阵长沙涛博 两支队伍在A组第二轮的交手XYG是以1比3落败 那关键团的处理呢 当时是明显不如对手的 但是XYG现在经过了三场高强度的历练 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而且长沙涛博比起上一次两支队伍的一个交手也有了进步 毕竟他们战胜了非常强大的重庆浪队 对 就是实际上这两支队伍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在于 其实他们两支队都在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就他们的打法是越打越好了 所以其实这一场比赛相对于他们两支队来说 也有可能是一个最终考试 到底是谁进步得更快 谁更靠近T1团队了 对很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那确实就像陈鬼刚刚说到的那样 上一场比赛长沙涛博的上野超常发挥 那苏默呢也是有望机身三大边路之列 那XYG的边路酷鞋和苏默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对抗路选手的数据对比 可以看到苏默这边在KTA和分军经济这块是排在联盟第三名 你可以发现其实苏默的一些战边 他其实胜率还是蛮高的 对英雄池的话 两位选手在英雄池上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就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战队打法的原因 但是苏默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挺奇怪的 就我们知道马超都砍得不行了 能操作起来 对他还能操作起来 但是说到马超这个点 其实两位选手苏默和酷鞋 马超的胜率都不高 苏默这边是7战3胜 胜率只有43% 而酷鞋这边是6战3胜 胜率是50% 对就是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 不是说他们胜率的一个问题 而是在当前版本可能不是 最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还是会拿出来 像有一个点就比较突出 像苏默的关羽 对 他的胜率居然已经达到了70% 10战7胜 对因为实际上来说 现在来说战边它确实挺难出的 因为你要出到战边的话 你可能大概率需要一个 要么游走蓝灵王给事业 要么就可能是张飞牛这种 要去战事业的英雄在 我觉得战边里最基本的一个英雄 就是看关羽 对 因为其实你每个版本 你可以发现 一代版本 一代神的一个边路的一个交替 但是唯独一个英雄 永远在神坛之上 就是关羽 对 关羽也是苏默使用次数最多的英雄 对 他这个英雄 他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他一个人可以改变 整个团战的一个走势 对 他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关羽不好打烈士剧 但关羽如果烈士剧 真的绕到了一个好后 开到了一波好团的话 他其实挺恐怖的 对 所以啊 这也是苏默能够在 MVP排行榜上 一直稳居低的原因 他总是能够拿到 这种上限很高的英雄 拿出来带领团队走向胜利 对 从这点上来讲 对 实际上还有一个点 就是今天这两边的一个猪 因为两边猪的胜率都很高 就不知道 到底哪个猪才是真正的二师兄 万一你赢一把 我赢一把 对吧 这样比赛打满的可能性 还是有的 那好吧 哪个猪才是大师兄变的 嗯 是 那陈桂觉得呢 我觉得今天其实 其实淘宝这边的话 是挺开上野的 但是XYG的话 他们其实 整个团队不是过度的依赖上路 他们其实更加看的是 野蛇 野蛇这两边 对 他们其实节奏不再上 主要是看的是野蛇 对 所以这个差异的话 也会导致今天在局内 两支队伍的进攻路线也不一样 对 包括打野的一个刷野动线也会不一样 对 是有可能 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S组现在大部分的一个打法 都是围绕中上野 因为你中上野 如果一旦出不来的话 你的龙团没法接 你的下路也会一样被压制 所以实际上不知道 今天小妖怪 他会不会改变他以往的一个围绕下路 就去跟你拼上中野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不管是林梦啊 包括说 这个九月 他们其实手法在 而且打得也非常不错的 所以如果真的去对拼的话 谁胜谁负也不一定吧 上山人不服输 绝不退让守住最后的希望 前方现场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召唤师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解说席 我是今天的解说机器 我是今天的解说潇洒 好 来到常规赛第三轮S组的比赛了 XYG对阵长沙涛博 然后现在XYG在组 暂时还没有拿到自己的首身 而长沙涛博在上场比赛 三比一战胜了重庆狼队 其实气势正胜的 因为这两支队伍的状态是不一样 XYG是从A组 然后其实他从B组跳到A组 然后再跳到了S组 完成了三连跳嘛 是的 然后跳完之后 目前是一个三连败 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对于长沙涛博而言 他是从S组调到了A组 然后又从A组 杀到了S组之后 然后他们上一场是 三比一战胜狼队之后 拿到了首胜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争胜者组的名额 对的 两支队伍XYG和长沙涛博 都是还有机会去争夺 这个胜者组名额的 因为目前长沙涛博是 一胜两负 零胜胜分 位居S组第四名 而XYG呢 则是零胜三负 负六 然后位居S组最后一名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于XYG来而言 今天这场比赛 BO5他必须得赢下来 才有机会继续去 争夺胜者组 一旦这场大场比赛输了 那将宣布 他们无缘去争夺胜者组 对的 XYG其实在上场比赛当中 是2比3赋予了广州 TTG嘛 能够对待X的队伍能打满 其实当时XYG 我看他们的状态 以及气势都还蛮足的 主要就是在矿龙方面 当时是布兰做得 要更好一些的 整体而言 XYG一直在发挥 自己的优势嘛 他们比较擅长的 就是选手的一些 手法 操作 以及拼团战的能力 但是一旦面对那种 像狼队 他给你打运营 然后不接团 然后一直在逼 逼着你打 对于XYG来讲 就有点头疼了 是的 现在看到的 就是XYG的对抗路酷鞋 MVP是有5次 同位置第5 然后他的美死成伤 现在是从第3降到第7 其实他战坦是不偏磕的 但是他坦辩胜胜率会更高 包括对抗路的一个对决 他要对到速末 其实压力很大 对 然后现在看是九月 九月的话 确实这一年的进步非常大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蓝镜被削的话 看九月 他这两个高胜率英雄 今天能不能打出 蓝镜被削的话 去一定程度上 九月这里拿到蓝镜的C的能力 就变弱了一些 刚刚看到了林梦 其实在队伍里面 他的发挥是非常稳的 也是抬高了 整个队伍的下线 现在看到是秀斗 其实XYG和长江套博 他们还有一个风格的差异 就是在下半区 秀斗其实在XYG 他是也要承担 这个出节奏的责任的 他其实还是打得蛮主动的 经常会用一些射手主动 去开团找机会 是的 而且分军经济 其实是挺高的 有721同位置排行第四 而且KDA还是蛮高的 是KDA排行到第五 是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长江套博的苏默 其实在苏默这里 他是本赛季拿MP次数第一的人 拿11次 就排所有选手 所有位置的第一名 而且他分军经济 其实挺高的 559同位置是排行第三的 那现在看看湘君 就是因为苏默这个经济 以及他这个MP次数 突出了这支战队 有的时候 他们的边和比重 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的 边和是吃分体系 也是归功于湘君的 蓝领也其实打得 确实非常优秀 以及看到现在的宇晨 宇晨的话 前面评论席有聊过 就是他的一个法刺 其实也是挺优秀的 而且输出占比在同位置 是排行到第八 有32.59 就最近他也在玩一些法刺 比如说像上官网 而且还获胜了 然后小鹏 小鹏我们一直都说 小鹏是稳中带狠的 一名全球 是的 挺稳定的 他在稳定发跃的同时 也会去找到一些机会 然后给自己创造输出环境 是的 包括刚刚看到野梦 他是长沙套博清训的自留签 刚刚看到小鹏 小鹏的话 其实他的出场局数是不高的 只有13局 但是他的击杀参与率非常高 有72.22% 包括经济转成商 是排行到第八的 顿山是个绝活 在之前比赛当中 他顿山经常被绊 今天看一下XYG 会不会从顿山这个点上 作为一些针对 所以小鹏也是最近几场比赛 才开始来到首发位置 是的 然后代替颜梦出战 有这样一个轮换 好 来到双方编舞的第一局 蓝色方长沙套博 红色方XYG 我们看一下班位吧 长沙套博这里很针对 直接搬掉了林梦的不是火舞 他知道林梦这里喜欢玩火舞 对 而且火舞出来的话 如果说静蓝放出来一个的话 火舞去和打野进行一个三二 其实是很强的 就是打一个双刺客阵容 这是XYG之前在B所 特别吃分的一套阵容了 长沙套博还搬了一手盘鼓 想拿蓝 因为现在蓝镜肯定会放出来一个 而且大乔如果上班位的话 搬的是阿里并没有搬大乔 是的 那涛博这里依旧是选择拿蓝 那XYG有可能会单拿大乔 因为这支队伍他的大乔 使用率非常高 60%的胜率 10场6胜 而且也是西河的一个招牌英雄 也是他们的吃分体系 但有一个数据就是大乔 我看了一下 近6场的大乔全输了 大乔这个英雄的胜率不高 确实 近期整个联赛 他大乔的胜率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 那XYG并没有先把大乔拿出来 而是静和吕布 选择出来了 我觉得这么选择是对的 因为他对抗到长沙套博 长沙套博在上场对一阵到狼队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前中期 每一盘都是优势 优势之后 甚至重庆狼队都吃不消 被滚尖击滚到死 所以对XYG来讲 今天的前中期很重要 是的 他不能拿的阵容偏弱 给到湘军这里起到节奏的机会 是XYG要把自己的优势给发挥到最大吗 长沙套博这边是马可加猪八戒双拿 拿了猪八戒的同时 再拿一个马可 防止被对面拿吗 是 那XYG在下半途的位置 射手已经出来了 鱼姬拿出来的话 也可以防蓝进场切塔 包括他在对线期也会比马可凶 一技能只要够整 其实他的一个对线压制力是挺强的 然后后边XYG搬掉的是孙并 因为最近孙并跟猪八戒出现在红色方 一二楼的概率还挺高的 像佛罕金克他就特别喜欢 直接拿这个组合 因为这个组合能大幅度提升猪八戒的开团能力 以及他的容错率 包括中后期的一个团战能力会很强 没错 打拉扯能力 是的 后边XYG还是在搬游走 搬到一个摇跟马可比较搭的辅助位 目前看来XYG确实他们的一个先手能力 前三楼是不够强的 一旦是摇马组合 拿出来的话 马可波罗这边可以进行肆无忌惮的消耗 你就不好开这个马可 是的 但XYG这边也有所谓选择是给到了太乙真来保证鱼姬的发育 因为鱼姬我们都知道他前期兑现期还可以 抗压能力也非常强 但是他就是有一段中期的空档期 他的输出能力不会比对面的射手强很多 他在拖破晓的那段时间其实很难受 很发力 对很发力 会让太乙真的被动给他加钱 能够提前来到自己的发力期 而长沙涛脖则在后织班位上 搬掉了蓝比较怕的东皇 以及一星这个英雄 一星的话 对于XYG的阵容整体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和静搭配 可以和吕布搭配 搭配一个控制链 是的 革命你多奶几口啊 今天革命你两场其实都奶满了你知道吗 奶谁我就不说了 但是两场预测都是打满 也是期待一下的 那长沙涛脖的最后两选 嬴政加牛魔 哇 这个阵容的开团属性很强啊 包括马可加嬴政的双消耗 两个开团牛加猪 两大开团手 配了一个收割位加两个消耗 比较常规的一套阵容搭配 是一个双前排的阵容 XYG最后补了一个江仔 我觉得他这个江仔衙补的意思 大概就是因为对面的双前排 会让XYG射手位有点吃力 不好处理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 鱼姬在出道破晓之前 他的一个团战能力其实不够强 就算有太乙的一个加持 你要打这个双前排 也是有点吃力的 而且牛魔他的被动 你真的是不好处理 所以他整了一个太乙真人加上一个江子牙 双提速既加经济又加经验的组合起 江子牙的一技能可以挂给前排一个debuff 减双抗这样的一个作用 会让吕布也好 鱼姬也好 去更好的去低牛魔跟猪八戒的血量 是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拿出来 也是为了尽量的去提速 自己的这种特性发挥出来 当然他们今天在bp上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通过太乙真人的加经济 以及江子牙的加经验 让自己整体一个偏后期发力的阵容 可能会在中期就发力了 是的 如果他们在前期的对线期 有优势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两个英雄的存在 那会使得这套阵容在中期 反压制长沙涛博 因为长沙涛博它作为一个双poke 一个是马可 一个是银正 银正两件套的时候 对面没模拟 马可两件套的时候 对面也没有什么 很好的防御装 就算你是前排也没用 因为马可有真实伤害 所以这段时期 是长沙涛博打消耗能力 非常强的一段时期 如果XYG在前期拿到优势 这套阵容将会很好打 但是如果他们逆风了 这套阵容也正常 他们可以往大后期去拖 是的 而反观长沙涛博的阵容 就像刚刚肖萨已经提过的 他们中期的马可 加上嬴正的双消耗能力 非常强 他们这套阵容 只要前期的一个发育期 度过了之后 装备起来中期消耗量 加上他们的一个开团 其实会非常凶 那分水岭可能就在上半区吧 我觉得湘君的蓝跟九月的进 这两个两大眼和 今天的对战 谁更顺 谁就会让自己的阵容 更好发挥 是的 这是难得在蓝进学入之后 第一场就看到两边各拿一个这样的强势英雄 也是期待双方对于胜哲组这个名额的争夺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 第一军还有五秒的争夺战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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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外局 加油 加油 超外局 加油 加油 超外局 加油 这样的一个分线能够让鱼鸡更快地到达自己的强势期 说白了就是趁长沙套伯这个阵容还没有四级 然后可以多吃几波双线 嗯 一旦长沙套伯这个阵容四级以后 你再想走合到吃双线就不好 不好这么吃了 而林梦的江子牙也打出了一个半辅助的感觉啊 像昨天其实重庆狼队就是利用江子牙加上攻速力的这种线上强消耗能力打出了非常大优势的 但是看这波小盾直接反卡了一波位置要打林梦的闪现啊 这波林梦没急交闪因为队友在旁边吸合啊精准命中再炸一下 雨晨这里反而是交了一个闪 还留了一下牛魔消耗了牛魔的血量 那这一波其实常常奥伯想逼林梦的闪现不成 反而自己这边被逼出了闪现 是自己家的中单掉闪的 这一波小盾比较细节的就是他知道江子牙去下落 保着鱼鸡肯定会再次保着鱼鸡来到中路 结果就藏了那个小草盾了一波 其实是很细节的 可惜的是马可这个英雄前面的伤害不够 而且还有就是细合的太乙从此边过来了 及时赶到 对他的一个连炸其实控制时间是很久的 那第一波交互当中XYG是小转一波召唤是技能 虽然说蓝刚是四级了 但是向军并没有打得特别凶 因为当时吕布的一个经验条已经是快到四的一个状态 他并没有说趁着吕布还没生四的时候 直接把他推回来打一波还是留技能 那看一下这把两分钟刷新的龙啊 是一个双抗龙 趋干龙其实特别适合打架 XYG已经直接开了 四个人赶过来要拿这条龙 只有一个牛木在这里看没有办法抢 是的刚刚猪八戒点了一下原初法针 是可以有一段时间看到这边的一块视野的 稍微看一眼 选择换龙 因为苏默这一局猪八戒也带成绩 马上他不是双城 双城控龙效率高 那将在这里给了个大招威胁 但最终还是被苏默猪八戒成绩拿下 然后秀斗鱼姬继续过来一起吃钱 就尽可能的把钱让给静跟鱼姬两个人 XYG其实拿了这条双抗龙之后 已经开始利用吕布这个前排 进长沙涛博的野区了 他们站位其实挺靠前的 就是往前压 然后找一些机会 就说白了 随着吕布等级 以及经验的经济的成长 他会慢慢在边线上压过猪八戒 因为猪八戒司机以前 他作战能力换血能力 都会比吕布强一些 但是越往后 猪八戒也越吃不消 就是吕布装备起来的话 又有真伤 打猪八戒是好打的 吕布专门就是削前排血量 然后看这波九月 先拿了一个三分钟 合到之灵 再加上一波中线 这波中线的话 鱼姬一个人在下 并没有来中 牛魔是四级了的 这波站得非常靠前 但七盒也在后面过来了 小盾这个走位 就是试探性 想要骗一下鱼姬的技能 但是修到这里 不吃谎 不交技能 你不交技能我就不交 是 小盾站位还是比较靠前 先帮马可这边扫清 这半图的一个视野 但中线啊 XYG把控的非常好 因为XYG 他最招牌的一个打法 我觉得是 放边抱中式打法 几乎每波都能成功 就是推对面的中路一塔 推的非常棒 但现在常常涛博中路 已经转起来了 迎正线是频繁的中下转 还是要等一下装备 等他们装备做起来 消耗力强了的话 就能压塔了 但有一个前提 在这样平等 就是两边都不进野区的情况下 平等发跃的情况下 对面有泰姨 又有江泽牙 他的经济跟经验 都会比你高 这是长沙涛博不打的话 就面临一个小的经济劣势 就是说现在长沙涛博 要凶起来了 我感觉是在等关键装备 比如说马可的末世 快了 快了 等马可的末世出来 雨晨 大招扫 但这个角度 没有扫得太多的血量 反正能压一点 试一点 这个大招并没有起到 很好的效果 同时裤鞋压得非常深 又进到对方的蓝区 但这个蓝buff 还是被湘军给拿回来了 对 推出去 然后就要逞击 吕布是没逞的 但闪现 只是想骚扰 XY姐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上半区 是他们主要进攻点 因为进 跟吕布 慢慢的能够压过 猪八戒跟蓝了 然后他们上半区 再进攻 下半区就一直防守 他们不会过河道 因为他知道 这两个人 就是为了打钱的 但是这波赢阵来 双消耗 再压你的位置 点塔 没有打架的意思 就是为了拿塔 吕布也来了 这波他也是没点到 那这波团就开不了了 那现在小鹏身上 有默示 有红buff 可以找机会开团的 对于常常奔波 嗯 猪八戒上前 骑完之后 也是赶到了正面战场 下路是留了一个赢阵 让银正单拆了一座防御塔 应该是塔外点塔给点掉了 这样一来 苏莫这里带着小鹏 就是双前排 带着小鹏的马可 只要双前排给到视野马可去打消耗 这段时期打架的话 常常套波是不会太吃亏的 因为这个时间段 XYG他们的防装还没有做起来 对面的伤害 就常常套波这边给的伤害会非常高 XYG想要打的话 九夜的禁必须得在 因为九夜的禁 这里的爆发 伤害是最重要的 可以看正面 双消耗打起来 我还先压状态 但是成绩的CD还没好 只是给了个进攻视野 其实现在已经打到六分钟了 两边都尝试想进也去 都没进去 都没有反到资源 但是这波 趁着九夜的禁 拿篮的这个空隙 上路位置相军 是把兵线带到上路塔下 而且是能推掉的 再传送过来 打龙 现在常常套波 这波节奏打得非常好 现在他们要慢慢的 开始利用双消耗的优势 去慢慢扩大经济跟 等级上的这个差距了 嗯 哇 这个消耗 全打到了关键人物 没人挡啊 大家都下意识地 会去躲赢阵的大招 对 下意识看得进来 就会走位 但这个时间段 鱼姬她的第一件无尽做出来了 还在补核心输出装嘛 没抹女是扛不住的 但你会发现 当收到局限在下路 是单线配太乙 这种情况还是没有一个蓝 她吃野区加一条线 经济高 嗯 现在相军已经5000了 这个时候 利用雨晨的嬴政 一直在打消耗 压对方血量 把对方压回家 然后双边兵线能够带出去 再利用兵线的前置 去考虑入侵野区 其实常常套波 第一步已经做完了 把双边塔都拆了 下一步就是 打哪半边野区 是他们要考虑的 他们选择了去控 红半区 如果把这个二塔推的话 那XYG红区大概率要失守 上路压的是非常深的 XYG不仅要守上二 中路外塔是不能丢的 中路是他们着重要防守的 就是上二 甚至可以掉 中路一塔都不能这么快掉 因为中路和上路有限权 所以这波常常套波 是可以进野区的 把蓝巴推出来 直接拿掉两边 不打架 现在一直都在搞小运营啊 XYG感觉有点忍不住了 五个人爆装 想开一波 来了 正面一个营正 加马克的一技能 双扫射 压血量 猪八戒上去想留人 没留住 反而被九月的G 打了一套 戏和铁上的这个位置 有点拖截 交出了一个复活 旅顾赶过来 想要救一手 把对面的人家退之后 看一下蓝 不进场了 打得好谨慎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XYG他们其实 这个时候消耗量 是非常薄弱的 因为姜子牙要用大招消耗的话 对方是可以通过走位躲的 但是你没有弹弓的情况下 你是得要通过闪现去调位置 那这样就很亏 除非说打那种一波团 才会交闪 这样的话 消耗全部是放到了鱼姬身上的 可以说姜子牙这个英雄 他本身 他不带消耗能力 他的爆发挺高的 就是利用自己的大招加闪现嘛 但是看正面 吕布又被逼了一个大招 迎正大招继续压制 这个时间段是长沙涛补 非常强势的一个时间段 就马克两件套 迎正两件套 然后双前排卡位置 让你刺客进不了场 保证了 保证了这边 雨晨 以及小鹏两个点安全的情况下 那XYG就在正面会吃亏 现在长沙涛博要做的 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段的强势 其尽量的多压塔 多去滚 也去的经济 但是没动手 就是不打 上路位置 进的位置已经暴露了吗 下路要打的话 就是一个四打四 那这波长沙涛 他不是要打下二塔的呀 蓝可以直接传下来 控蓝部的同时 然后帮助马可给视野 因为有条龙 下塔点得非常快 快掉了 继续进攻蓝区 先把蓝Buff反了 下二塔也点到了一个残血 嗯 竟不在 这波蓝区肯定是要放的 现在XYG可能做的就是 去B站嘛 XYG比我的感觉 就是往15分钟拖 15分钟之后 鱼姬这边的装备 防御装啊输入装肯定都有 但是 你怎么扫射 要扫出一血了吗 铃姬直接交了一个闪穴 交闪了 如果不交 真有可能直接滴滴血 就这么单身了 对 因为宇晨刚刚那个角度 调得非常好 就左右摇摆 对 这波是拖到九月的禁 出到了破军 那这波龙的话 长达涛博是有意想拿 但不小心他拖了 那这样的话 只能等相军的蓝过来再打 现在长达涛博暂时还是比较稳妥的 先处理好中上兵线 用兵线去牵制XYG 然后更好的去争夺这条暴军 是的 而且有一个伏笔啊 就刚刚XYG的下路二塔掉了 如果这波龙团两边真的拼起来 可能一波团啊 有可能决胜负啊 嗯 但是现在XYG 我估计 他应该是不会来接这波团的 他都拖到这个点了 其实昨天 呃 重庆狼队一场比赛 很经典的就是 他知道 自己的前期也不是很好打 和对面一直拖了很久 站正面 这波 牛魔直接开团了 开的是一个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吃了全部的伤 这波旅步挑大 还要救 细和交闪还是没有拉出 对面的攻击范围 被蓝收下的第一滴血 11分钟 11分钟爆发一血 这波一血 其实XYG前面B战 已经做得还不错了 但是常常涛博这边 确实强势期来得很凶猛 还拿到这个驱弹龙 必须要跟XYG去行一团战 他们的开团能力也很强 有猪八戒有牛魔 不是说你想B战 他们就不跟你们打 因为他们的强开点 一旦开到 尤其像太乙这种英雄 就不好走了 嗯 而且太乙的复活 如果说交给自己的话 C位其实不好去输出 刚刚酷鞋为了救人的话 自己的闪现也被憋了出来 这段时间还是得要围绕 自己的高地防御塔 续其一些发育 现在常常套博 消耗量依然恐怖 没办法 魔女已经开始再补了 他还缺一点钱 其实对于XYG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主动开团能力 并没有常常套博那么强 你看这波旅布就纯粹的是为了保护西河 如果西河能闪现过红buff的墙 你看像刚刚酷鞋这种闪现 就有机会就有机会跑 因为对面要过墙只能交位移 下落位置 这波兵线 镜子要去处理 但是红区又要被禁 只能二选一 红buff还是想保的 但是这波 猪八戒先被打了一套 苏莫被打残了 鱼姬已经也中了 另外一边进来 单挑 9月这里扛不住相军的伤害 相军一个大招回头 直接吃掉了9月 但自己被连控控到了 一丝血没死牛魔过来 开一个大招 击飞掉的是鱼姬 但是酷鞋也跳了一个大招 击飞了牛魔 这边吕布先倒牛魔 随后野阵王双方 互换了一波前排 但是正面还在继续打 秀勾开了二技能 点银正银正开启大招 反扫 扫残秀动 我们看到银正现在的大招 对于鸡团战输出位置 限制非常大 而且银正大招CD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的 这个团战拉锯的时间较长 他一个团能开两个大 他后边如果有蓝buff 如果满CD的话 可能就20秒出头 一个打 非常快 这个红区还是 XYG还是没能守住 长安韬博现在野区经济 滚得非常凶 已经拉开4000经济差了 相军的蓝也做出了 自己的铭刀私命了 刚刚那波单挑的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铭刀 没有做完整的话 相军应该是一个 9000多打 8000多经济 刚刚这波确实 相军的蓝禁场效果是很好的 而且自己还全身而退了 主要他做出了一个大的反甲 他可以吃进一套伤害 然后再选择反打 但进有点吃不住他的伤害 反甲还没做出来 只是做了一个经济护手 是很脆的 他是先把自己的输出桩 赶紧补出来了 现在长沙涛博 看就是空下一条龙了 通过主宰去进行一些高地的消耗 可能下一波就是双龙会 他们拿完双龙之后 直接去打高地 他们打高地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个是可以靠银正去压线 要么就是靠牛魔和猪八戒的墙开 去约塔我觉得风险还是比较大 对面有一个太阵的复活 加上铝布 就可以卡住这一个路口 最好的方式就是长沙涛博 一边打消耗一边转线 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慢慢地去磨它 然后马可又是一缩一斤 游摸过来要有人 看这个大招的位置 击飞的是两个前排 太过交过了 这波复活闪现往后拉 能走 将来大招并没有命中 蓝一个大招扑进去扑两个 再配合上父子的银刀 被塔打死了 但他已经收两个了 马可再点点出 铝布的一个闪现 这一波长沙涛博打了一波 二换二 这波SYG是背靠着高地塔 相当于是打赢了这波团板 因为他们在经济劣势的情况下 能打二换二已经可以了 逆风换人头是很赚的 是的 那这波是长沙涛博想去打 但是太一的容错力 就体现在这里 自活跤了 然后领布这个大招 跳的位置其实是比较好的 击飞了三个 那将咱大招过来的一瞬间 大家都散开了 所以等于说将咱大招 伤害并没有打全 包括去追残的话 有防御塔的伤害在 也不是很好往里追 不好阅他 嗯 所以现在长沙涛博 他们下一步的难题就是 如何去利用龙去拆高地 只要XYG这边 他们的防守做好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拖到20分钟 因为这条双抗龙嘛 你看这条双抗龙还想抢 但小鹏直接交了一个大招 先把龙给收下来 那这部团就不好打了 先打消耗留住酷鞋 酷鞋被迫交出了自己的大招 嗯 先走位往后拉一下 避免吃满马可的一技能 再往后挑大 XYG目前的想法就是 我有机会跟你打团了 因为双C的经济差不多 梳妆 鱼姬这边没有四剑 只有三剑 因为他做了一个魔女 马可是多了一剑守护者之凯 多了一个小剑 那我觉得秀豆这样 他只有主日 他这个梳妆不太好打前排 因为他还没有做出漠视 他最后一剑再补 因为对面我们讲过是双前排 大家双抗龙 其实双前排的质量非常高 单靠鱼姬一个点去压低 对面的血量是不现实的 如果他想要靠吕布帮他分担 那吕布现在的装备不够 没有 只有一个体制啊 他还要靠江子牙的技能 看打到谁身上 减双抗 嗯 先看吧 这个双消耗 扫前排 西河这里直接半血 挺疼的 然后吕布也是被扫了三分之一血 修德这里开始竹人看点牛膜不怎么掉血啊 点到湘军出了暴击还不错 但是上路 两波兵线处理好了 只要不是这种 主宰先锋 对于兵线而言的话 江子牙一个大招过去都残了 前排兵死了 然后剩一个残血炮车 鱼姬很好清 但是如果一旦是主宰先锋的话 江子牙大招拨过去 太肉了拨不动 清不了 我觉得长涛波他们墙上的一个点就在于这个强化版的主宰先锋刷在哪一路 因为那个主宰先锋他是加了血量加了双抗的 现在看到这个强化版的主宰先锋是刷在了发育路下路 那可能他们的重点就是下路 但这个主宰先锋其实XYG也可以看到对面是哪一路强化了 他们也可以着重做一个步防 马克这边已经率先的把下线带了过来 然后看一下张华人技能 长涛波这里都全 除了成绩都全 然后XYG也都全 这波是可以打的 余姬没二了 你看江杂一个大招拨一下余姬一剑 打不掉这个强化版主宰先锋 正面的话压血牛魔大招被余姬的大招给躲掉了 猪八剑这里弹不住了往回走 驴部跳大逼出了马可大招 但猪八剑这里落单了呀 在苏莫这里还没死意 但是最终还是被九月换位给杀掉了 他也还以稳为主开了一个复活 刚刚看到其实XYG的伤害量已经起来了 打前排速度稍微快了一些 他们要的就是长涛波在打进来的时候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一起冲 那利用对面交完技能的真空7 对 然后驴部分一个大招 把你的前后排给分割来 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打 就打最前面的人 他们也不用直接去想着切对面的C位 刚刚这一波长涛波的进攻 利用下路的强化龙 依然是没有攻下来 现在XYG想找机会开了一个风铃 没冲到被看到了 因为有兵线 但这波的话 哎呦 银正大招直接扫死了九月的进进 正面秀的开了 而且能点死了雨晨的银进 两边的法师互换了之后 看这波小鹏被点到 再来一口接 杨死了秀都要鱼接 还能继续输二二连击破 继续去追 马可林川大 马可默默默默默默走不掉了 酷鞋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牛魔顶前面肯定是要硬杀的 这波酷鞋 没有办法被湘君的蓝给收下来 但这波出去打XYG打了波猝死啊 中路有兵线 可以一波呀 最快复活时间15秒来不及了 来不及没有二塔减速机制 长沙涛波一波二换五 XYG就出来了这一波 一波猝死 正面可以直接连水晶了 让我们恭喜长沙涛波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最后这一波其实第一时间 XYG并不知晓蓝的位置 然后蓝从对方的红区打了一个绕后 当时鱼姬的二战的包括闪现都已经交掉了 已经没有这种逃生手段了 因为XYG冲出来 它是靠着风铃文章冲出来的 就那个机会就在一瞬间 他们如果没收到人 就必须得撤回去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边打起来了 是的 再次恭喜长沙涛波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恭喜长沙涛波的同时呢 这一局XYG打的确实有点出无人的意料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S组一路走过来 包括说XYG从B组杀回来 而涛波是到了A组 重新再回到S组的一个状态 双方都是一个循序渐进 在向上升的一个趋势 我们一度认为说是 应该是一场有来有往的一个比赛 有来有回 对 有来有回的一个比赛 但是实际上整场看下来的话 只是涛波的一个脸压局 而XYG这边几乎是毫无节奏 它基本上就是除了防守防守 还是在防守 我觉得其实XYG 他们这个阵子没有必要 就是说 其实它前期也不弱 你想它有个江泽和静 它其实一个中联服的能力也是强的 也是逾期下入对面 其实马可没出 末世之前逾期也是可以去压马可 反而是XYG他们在强势期的时候 打得过于怂了 就是他们 就是保守 就是他没有想过去进攻 别对面 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敢打 一直就是说 想要去打那种防守反击 想要去抓那个涛波进攻的漏洞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这边确实是少开团 可能是因为这个点 但是实际上 你少开团的这个点 也应该是说在 马可没出之后 你可以稍微的稳一下 但是前中期 前中期太乙镇人这个有 有两个晕 如果说晕到人的话 有两个晕 然后再加上这个江子牙 要减双抗 你其实打哪边都还是比较好打的 对 你只要动起来 是能够找到节奏的 这局的话 确实从数据层面上来看 宇晨的嬴政 这局给的压制力也挺大的 这局的话 因为XYG这边的话都是打一个防守 嬴政最喜欢的就是你在塔下防守了 他这个大招一扫的话 基本上伤害全吃 这局是个马可加上嬴政的一个双消耗 如果是XYG这边一直被动的防守的话 其实能够给到这两个点很好的一个poke 实际上来说 就本身来说 这两个点应该不会那么舒服才对 但是 这局给的看起来的一个效果就是 很舒服 一直就是嬴政 有大就扫 有大就扫 嗯 来看一下 这局应该也是嬴政 因为他在最后一波关键点上 把劲直接扫死了 对 是的 因为经济差 刚刚看到也是十分钟之前 虽然都没有拉开什么经济差 可能因为我们有江子牙 有泰衣人 但是呢 你十分钟之后 你看到整个经济差 他那个走势就开始起伏起来了 这我记得很清楚嘛 十八分钟的时候大概是五千多 那你有泰衣 有江子牙的阵容 你十八分钟人家拉了五千多 基本上就一万的经济了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据了 包括在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当时也是 雨晨的嬴政差点扫出一血 林梦的江子牙是撕血逃生 最后一波团完全就是少了一个输出点 这样的蓝的一个经厂就无敌了 没有人能蓝得住了 对 你看到XYG这边的决策 就是想通过可能中后期等装备成型之后 来一波生死决定团 但那个时候 你前中期又没有建立优势 那长沙涛博直接利用一个经济优势 不就把你碾压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 如果是在其他组的话 可能还好使 但是你要是放在S组的话 你一直被动的防守 一直的被动防守的话 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没有视野 什么都没有 你还是要主动一点 其实这套阵容选出来的时候 我刚开始是觉得 小小怪是要拼的 因为他就是说 他太保着鱼姬去发育 他中上野前期 虽然江子牙可能转线慢一点 但是护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的 而且你前期的时候 你鱼姬下路是有兵线优势的 你有兵线优势的情况下 太乙是经常能够过来护江子牙的 如果能护到江子牙 江子牙能够动起来 去打这个中上野 江子牙减双抗 给这个劲 如果能拿到一两次的人头的话 也很舒服 但是实际上就是 几乎 确实是就是几乎 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进攻 叫人挺意外的 不知道是第一局 他们还没找到状态 还是怎么的 不过小小怪这个队 倒确实是这样的 他们每一次刚开始来的第一局 好像都还 就都不是很清醒 然后会越来越 就手 看后面有没有进行一个转变吧 对 他的手 你觉得他比较慢热 对比较慢热 而长沙涛博一上来 就延续了 上场战胜重庆狼队那种气势 现在其实长沙涛博 他的一个发挥 你不用完全担心 因为他现在已经很稳定了 我觉得他们整个 打法和气势 完全是打得挺好的 其实你还可以想象 我们刚才虽然说 他上一场是战胜的重庆狼队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可是差点 打一四大都是让二最三的 只不过是没有成功 那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 肯定是 不弱的 很强的 对 对 然后像混迷老师在赛前评论戏有聊到过一株八戒的这个点 看到第一局苏默也是拿出来用的 苏默的株八戒胜率很高的 现在是出场八次 赢了六次 是 而且刚刚我们看到反手这边的话 XYZ是选了一个进加上吕布嘛 因为我们赛前有讲到过吕布这个英雄 苏默是八战全胜 百分百胜率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像小妖怪这边做的一个BP 其实在某些点上面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想要对拼 我们知道现在蓝镜在削了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你在一手拿到蓝 我可能是拿一个那个露露去打你 且你那个露露的话 你边上是坦边的话 不管你是坦边站边 其实我那个露露也不是很怕 然后他选择用镜就是 我们知道 那个九月的镜是他的招牌之一 所以他其实应该是想要去跟湘军搏一搏正面的 所以就是看到后面发现 没有看到这个镜